出動志工來幫忙 臺灣宣布進入社區感染階段 引發人心狂狂 民眾紛紛搶折打疫苗 醫護協助接種 在施打區忙得不可開交 亞東醫院前一天上午 只有一百四十五人現場施打 隔了一天暴增 一點五小時突破兩百人掛號 那本來只有早上 後來現在早上下午都開 那我們預定就是 如果需求有再增加的話 甚至在這裡是兩位醫師 一次開兩線在這裡施打 長輩們一開始擔心AZ副作用 現在紛紛心態轉變 先打再說比較保險 畢竟安全第一 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 必須要提升自我防護 我想說疫情這麼嚴重 趕快來打才有保護力 因為我小孩在日本都很嚴重 我想說還是要打 想和相隔兩國的家人見面 恐怕疫苗還是唯一解答 亞東醫院上下午各開360位名額 現場接種 至於預約施打 恐怕要等到六月 就怕社區感染擴大 出現強打潮 全台醫院繃緊神經 朝鮮部署 今天本土病例一口氣 暴增了16例 我們看到其實外界 對於台灣的防疫 過去真的是讚譽有加 彭博社就這樣形容 說台灣跟新加坡 是世界上少數 一度幾乎快要完全消滅這個病毒的國家 結果現在因為真的可能有人沒有落實這個防疫的SOP 統出了大漏洞 所以我們才看到今天有這麼多的病例爆發 好那現在外界國際媒體他們擔心的是什麼 台灣會不會輸掉防疫的下半場 就要看疫苗的這個接種率到底高不高 目前台灣疫苗接種率是不到百分之一的 所以這會不會影響到接下來的防疫馬拉松呢 先來請教范世平范老師 對的確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四月份 是我觀察幾個國家 四月份是一個轉折點 你看到就印度 印度在3月8號那一天 他全印度大概是15388個人染疫 到了4月11號一下飆到16萬 然後我們看到到了4月21號飆到31萬 所以4月中旬它是一個躍升 那我們看到韓國其實也是一樣 韓國在1月21號是344個人染疫 到4月21號蹦一下735人 突然飆升 日本也是一樣 日本1月16號大概是7071個 到了3月5號它下降到1100多個 可是到5月10號飆到4857 一樣都在四月份的時候 從一個谷底往上飆 其實我們看到日本跟韓國 都是從谷底往上飆 那印度是本來就是谷底 也是往上 那台灣其實我們的華航 第一次是4月20號 大家還記得嗎 兩個貨機機師 所以我覺得4月20號 那個是一個有點全世界 特別是印太地區 它是一個轉折點 所以我覺得現在很多人說 這個是不是當時華航那個飯店 發失那個爆點 我覺得可能 范老師我們稍微稍等一下 因為今天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出面 召開記者會 一直來看 我們如何做才到時不會亂 但是這一切都一定要按照相關法令 以及跟CDC來全體配合 全體共同作戰 還要跟各縣市共同面對 像這一次的疫情 絕對不會從丹尼桃園的諾富特出來而已 已經扣及到海北 新北 基隆 宜蘭 整個北台灣 都有個案出來 我們全力的跟CDC合作 一起面對共同防疫 好 游點的恐懼 市長我想請教一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因為今天大家比較關切的是 北市還有兩個是茶藝館的員工 兩家茶藝館的員工有確診 那新北這裡您剛才有說到 就是八大行業必須要全部卸業 會不會有所謂的漏網之魚 那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這一次還有包含了像是 獅子會的成員是遺傳食的這個狀況 所以目前在三魯地區 是不是還有更大的要做消毒 或是其他的準備 謝謝 這一次的病毒跟去年的病毒不太一樣 傳播速度之快 一個個案可以傳好多個 在一個空間裡面 人傳人的速度 超過我們以往新冠肺炎的病例 所以面對這些 類似英國變異株的這個病毒 我們必須調整步伐 所以我們要更快勢的反應 這個快勢的反應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去肉食管理 就要採取更嚴格的暫停營業 就要採取更嚴格的暫停營業 所以像八大的特殊遺樂場所 包括網咖電子遊戲場業 很難去落實管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暫停營業 尤其也有個案在類似這種場所出現 我們必須要用更高標準來做好管控 所以身為新北市的公有場館 當然要率先做好自己的防疫 所以公有場館從即日起 一樣馬上暫停關閉 這也是用自己用更嚴格的標準來看待自己 讓全民的防疫室 以及讓大家在整個 傳染源的傳播上面 能夠有效的控制下來 這也是我們採取的 好 我們看到今天的本土病例 一口氣暴增了16例 洪友宜是緊急宣布 現在新北市的圖書館 還有運動中心 以及八大類的這個娛樂場所 通通都是關閉的狀況 那剛才其實大家有講 指揮中心也是催促大家 儘速而來施打這個AZ疫苗 趕快繼續來請教范老師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4月20號華航兩個機師染疫 然後後來我們看到一連串 包含上諾富特的事件 其實我覺得那個之前 就已經有冰山一角了 那這次的疫情 其實我們就要跟去年來比 是更嚴峻的 也就是說我們去年說的 戴口罩勤洗手 這個做法是不是到 是不是現在還是能夠完全的抑制疫情 我是有點懷疑 因為那個病病種已經 病毒已經變種了 對 看起來傳播速度更快 而且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情況是 基本上是找不到源頭 其實光是華航 就大家就找不到源頭了 然後又發生諾富特事件 然後現在你看連宜蘭 這個病毒已經穿越雪山隧 隧道來到宜蘭的 基蘭 基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新北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他已經過去我們的這個防疫 其實我們應該講華航機師 他們其實都很重視那個防疫 他們也重視行洗手 什麼戴口罩 可是顯然過去年的做法 現在不一定 或者說去年的做法 可能達到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效果 那今年可能剩下百分之五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我們要值得特別小心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敵人變得更頑強了 那再來就是今天看到大家開始在打 在強打了 我必須要講 醫護人員應該要求他們 就現在應該要鼓勵醫護人員 趕快先打 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第九類了 也說現在其他類的 從第二類到第九類 是不是先暫緩 因為疫苗現在我怕有點擔心 但要做宏觀調控 如果疫苗眼看也不太夠 要先給醫護打 為什麼 因為現在醫護要打的醫院高了 之前大家都覺得反正打也沒用 現在大家有危機感 但現在怕是到處醫護打不到了 那我們知道如果醫護打不到 現在的這個社區感染 醫院不能淪陷 否則我們就要被像現在 連日本的醫院都出現問題 更黃倫印度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疫苗 是不是還能夠讓第九 二類到第九類還可以再打 或者什麼要出國人自費打 這個可能都要先暫緩 我們一定要讓醫護人員 他們或者是我們看第二類是 高風險接觸的第一線工作者 或者是防疫人員 這些人要先優先打 否則特別是醫護啦 因為醫護是影響到 我們整體的健康 所以如果醫院淪陷了 那很可怕 所以我覺得政府現在要先掌控一下 再來就是我覺得疫苗的確是要由國家隊了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去年國家隊是口罩 那因為我們防疫的很好 那大家覺得打疫苗也沒有那麼急迫性 所以雖然我們的這個國產疫苗在研發 不過基本上還是由民間企業自己在做 我覺得現在可能要請全國之力來讓這個疫苗 可不可以盡早施打 我們本來是說可能是七月初可以打 對 國產的嗎 國產 現在可不可以請全國之力 我們爭取在五月下旬 或者六月初打 越快越好 因為我覺得現在因為這個疫苗出現了 因為那個病毒出現改變了 可能打疫苗的迫切性就更高了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趕快來這樣做 再來就是說 目前的確現在對於整個的台灣的經濟 已經呈生影響了 很多的飯店 我的學生在飯店業工作 婚禮幾乎都取消了 是 到六月八號之前 都取消了 然後對這個餐飲業的影響非常重大 那你現在光一個本來要結婚的 現在這個鐵子都發了 現在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這個造成的影響已經是全面性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似乎要回到去年的時候的防疫的 這個狀況 雖然我們都不願意回到 本來以為快要看到曙光了 大家還有人本來還想準備 大概今年下半年可以出國旅遊 那現在看起來 那個隧道的曙光又忽然看不到了 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面對這個新的變種 我覺得可能是我們比去年來講 是更難應付的 沒錯 所以大家要更加的謹慎 小心來面對 沒有錯 我要更加來提高警覺 其實我們剛才有講到 看到醫院現在出現了 這個強打AZ疫苗的風潮 可以看得出來 真的民眾有多擔心 尤其現在整個北台灣 確診者的足跡都有遍布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要來請教這個惠諸議員 現在台北的狀況是如何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疫情 尤其是本土的病例一直不斷的在擴增 今天新增一次就是16例 惠諸議員 現在尤其是北台灣都非常的緊張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新北市長侯友宜開的記者會 那他其實今天早上他有講 如果社區感染爆發到沒有辦法控制的時候 新北該封城就會封城 這是今天早上侯市長他的談話 那他剛才也講 現在新北市八大場所要通通關閉了 我也想來請教一下秦議員 那現在台北目前的措施是什麼 今天的疫情延伸到台北市 我想不管是台北市政府 或者我們台北市議員都要密切的關注 因為台北市是中央政府所在地 他的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 那這兩天我們發現大家都很緊張 從昨天宣布我們警戒升到二級 今天一大早我們看到新聞說 陳時中不排除下午要宣布 我們警戒升到三級 結果後來還有改口說暫時不宣布 但是未來不排除 就可見的短短兩天 我們從這個沒有什麼事情 到這個二級到可能三級 那我想他沒有 變化很快 對 實在變化非常快 他沒有立刻宣布到三級 恐怕也是考量到這個驚動大家 實在太嚴重了 因為三級幾乎等於半封城了 可能所有的這些系統都要關閉 只能維持僅存的維生系統 不過我覺得說 我們按照這個相關單位的規定 其實已經接近三級了 你看他說單週有三個社區 發生群聚事件 單日有10例上不明感染源的一個案例 是不是這兩天 昨天到今天 接近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看到昨天傳出來兩個地區 一個是宜蘭 一個是新北 今天變成四個地區 一個是基隆 一個是台北 那這個單州已經有四個社區 傳出來有確診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今天有16例 昨天有7例 今天有16例 昨天是6例本土 今天是16例本土 還有1例在調查中 所以他是不是也超過了10例 那當然我想主辦單位 就是指揮中心 他為什麼本來要宣布 後來沒有宣布 可能明天媒體會擴大報導 也許他們整個團隊 包括這個行政院長 大家討論以後發現就是說 馬上兩天之內兩度升級 台灣社會經受不住 那是不是暫緩 另外當然我們用樂觀的講就是說 原來是說單日10例不明感染源的 現在它這個感染源 幾乎可以有一半掌握了 比方說我們今天發現 新增的10例是新北的 另外3例是宜蘭的 13例已經知道它的感染源 就不符合這個單日10例 不明感染源 也許就可以暫緩 那所以我覺得在這個當中 我們還是要密切的注意 因為加上之前的桃園 我們北部的眾盛全部淪陷 從桃園到宜蘭到新北到台北到基隆 北北積桃伊全部都有狀況 那我想這個部分 北北積桃伊加起來人口是超過一千萬人的 那這樣子一個大規模的群聚 尤其台北市今天這個等一下可能會有記者會 市長會出來宣布 這個我們目前這個萬華的講白叫阿公殿 阿公殿它發生了這個群聚感染 這個影響是非常大的 大家都知道阿公殿它的經營的形態 第一個它可能是有很多的長者 第二它有一些親密的接觸 第三萬華是台北跟新北的交界處 所以它不只是台北的 它可能是新北的 甚至可能從桃園過來的 因為它散播出去 開花的情況會很嚴重的 那再加上我們台北 我看到今天的新聞到目前為止說 已經掌握30幾個人 可是我們想想看它一定不只30幾個人 而且很多人他去了這個阿公殿 他可能不會說不會承認 因為他沒有實名制 那很多人可能背著老婆 或者背著家人去 他也許就會隱瞞 因此後面的疫調 我覺得它的困難度也很高 那剛剛我們講到說 4月是一個轉折點 我們從4月20號華航發生疫情到現在 短短23天有60幾例 如果加上這兩天的話 有63例以上 它這個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比去年還嚴重 因為我們去年 雖然也有單日兩位數的確診 但是都是從外面進來的 我們本土單日發生兩位數以上的 那就是今天 16例 打破了一年半以來的一個紀錄 從來沒有這樣做 從來沒有過 那這個部分將來還會增加 因為這些染疫的人 他們平均要三天到五天 才會發病 三天到五天才會發病 所以這個比方說新北他們查出來今天10例 另外還有3例還在檢查當中 因為這個獅子會的會長 他當時聚會的獅子會的會友就20幾個人 那這20幾個人大家在那邊吃飯唱歌 相處的時間非常長 我們都知道吃飯是不戴口罩的 唱歌大家是共用一支麥克風的 也沒有人戴口罩唱歌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會再增加 因此我想明天會讓我們更加擔心 特別是陳時中部長今天講到說 我們已經清空了三千張病床 清空了三千張病床備戰 然後他告訴我們巨細迷的說 我們有多少口罩多少防護衣多少隔離衣多少手套 多少的這個面罩就表示說他也很擔心 然後要安大家的心讓大家知道不要搶購 不要驚慌這些都有準備 甚至要告訴醫護人員說不要擔心 這些我們都有準備 從總統跡象顯示 我相信明天後天情況會更嚴峻 更需要我們大家共同來好好的這個保護 那至於說萬一真的到了短期內 要進入第三級的話 我想台灣社會要及早做好應驗準備 比方說學校全部停課 那是不是學生都要遠端的教學 那所有的這些機構都要停 包括股市都不能夠運作的話 台灣社會怎麼辦 這是我們空前的 從來沒有碰過的最大的一個難關 現在眼前這個危機真的非常棘手 尤其現在北台灣真的是疫情拉警報 我先請教范雲委員 因為今天又看到民進黨 有發布一則新聞稿 說下令希望這個民意代表 盡量不要再去跑攤了 委員的確是民進黨的部分 就是我們今天下午就有收到通告 就是說希望所有的民意代表 各級的民意代表 最近都不要跑攤 直到就是說六月八號 因為我們現在警戒到六月八號 從五月十一號到六月八號 這個警戒就是說完成以前為止 那我想這是有必要的 那除了就是說民意代表 就是說以身作責 保護自己也保護其他人 不要跑攤之外 那其實民進黨也取消了 原本有一個就是公投的說明會 就是說原本就是要有到各縣市的一個公投的說明會 因為八月二十幾號有公投嘛 那這部分也是具體的讓大家知道 就是說防疫目前是最重要的事 那減少群聚的機會 那其實我們立法院今天也動員起來 因為立法院本來就是在開委員會的時候 中午的時候會發便當 那今天也講到就是說立法院 因為我們的二級的標準是說市內一百人以上是不行的 那我們是就是說要有標準更嚴格 就是說在會議內維持五十人以下 而且不再供應就是說飲食 那這樣讓大家就是都可以戴著口罩開會 那但是人數不能夠超過五十個人 那另外就是還要告訴大家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剛剛講得很好 現在我們面臨到的這個新的變種病毒 的確是比之前的更難預測 更狡猾 那但是就是說大家可以不要太緊張 但是要警戒的是我們的準備狀況 其實比起去年一開始就是說 疫情爆發的時候 大家的心理準備跟物資的準備是比較好 雖然這個病毒很難預測 可是就是說應該就是讓警戒心上升 那也呼籲大家不要到那種無法掌握實名制的地方 不管是購物或是參加社交活動 一定要確定這是一個實名制可以掌握的 可以回溯的地方 那另外因為現在網路上的謠言也非常多 譬如說我就看到就明明去年 我們一些立委就當時口罩不夠的時候說 就是你先戴 就是讓風險比較高的人戴 你先領 就讓別人先領 就現在謠言居然說我們在現在這個時候 叫別人不要戴口罩 根本不是這樣 所以我想請大家就是不要亂傳 就是來源不明 無法證實的這些消息 那一切都以指揮中心 就是說為準則 那我是對我們的指揮中心非常的有信心 因為就是說全世界地球上 很少有國家 像我們就是說能夠在一年多 並沒有鎖國 我們還是維持了經濟活動 也沒有鎖成的情況下 那確診病例這麼少的 所以無論如何 我們有最好的指揮中心跟公衛的團隊 那臺灣其實也是有全世界 算是品質非常好的醫療團隊 還有我們的健保體系 那就是我們每個人 就是像剛剛講的阿公店 這樣的東西 就這樣的活動 地方最少 最好不要去 因為一方面有麥克風 然後飛沫傳染 二方面就是說 他並沒有做好實名制 我想大家就是提高戒備 然後不要恐慌 那我們相信臺灣社會會在經過 這一關的一個考驗 我們真的希望 我們社會面對疫情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 我再來要請教這個冠庭的事 雖然說今天一口氣爆發 十六例本土病例 可是臺灣相對於國際社會來講 我們到現在還在做疫調 很多國家是根本完全沒有辦法查了 冠庭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思考的話 比起一年多前 那世界的各個衛生組織 對這個病毒的傳播途徑 然後治病過程到治療方式 都有非常大的進展 那我們的臨床處置指示 現在已經好像到第九版了 也就是說從第一版到第九版 是經過不斷的更新 從治療的方式 預防的方式到應對的方式 其實都已經有更完善的做法 在過去的一年多來 因為我們公衛人員 或者是機場的邊防 各種組織成功的在替臺灣爭取事件 所以現在面臨到這種社區傳播的話 我們有更好的方式去應對 在一年多前包含口罩隔離衣防護衣 全部都是不足的 但剛才這個陳時中部長 已經有很正式的跟大家宣布 就是說包含我們的口罩庫存 防護衣其實都是有餘的 在一年多前 我們根本沒有任何預防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不知道 位置是最可怕的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 去開發出疫苗 我們不知道多久的時間 會開發出疫苗 現在不僅已經開發出疫苗 有AZ的疫苗 已經在臺灣 莫德納可能在下個月也會到 那包含我國自己的 幾個高端年雅的國產疫苗 也到第二期 甚至有臨床第三期 可能會到最 就是病況最嚴峻的 印度跟南美等國家 再加上我們的優秀的 醫護人員跟健保系統 我完全對臺灣接下來幾個月 是有信心 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們的醫院的這種 應對的能量 現在大概有一千多例 臺灣從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一年到一千多例 現在正在隔離或者正在治療的大概是有一百多人左右 比如說臺灣目前還有充裕的空間去應對 所以只要大家不要過度恐慌 再儘快的符合資格者儘快接種 我認為在所有的數據顯示之下 我們應該是會很快速的度過這個挑戰 我最後再補充一點 有人說我們的接種率是百分之一 從去年二零一九年到二零二零年的年底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辦法去得到接種 那有些國家還是成功的去抑制住這樣的疫情 幾種方式就是我們講的 這個量測你的體溫洗手戴口罩 那這些最基礎的方式最基本的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美國能夠在這麼快速的時間點把這個感染率降低 並非只有疫情 並非只有疫苗 因為疫苗的施打是從一月之後開始 到現在才三個多月 他從顯著的降低是從一月到二月 那是在拜登總統開始就宣布就每個人 儘量要符合公共的衛生指引 所以綜合各種的數據顯示 我認為臺灣有機會 而且一定能夠克服這個挑戰 要克服這個疫情 真的需要大家一起來配合 現在大家很關心的是疫情拉緊報 不過同一時間也很擔心 是不是外交上亮起紅燈呢 因為我們的友邦宏都拉斯 有可能為了要買疫苗 可能要在中國設立一個商務的辦事處 到底我們之間的邦誼會不會生變 等一下回來來請教范教授 我國友邦宏都拉斯的多位市長 造訪薩爾瓦多 因為薩爾瓦多總統布格雷宣布 要捐贈無非疫苗給洪都拉斯 如果沒有找到其他方的道理 我們沒有找到 我們在議員上負責任,零件事不 proof, 有二十多月,情遇到我們, 零件事不提供用社會資訊, 在我們現在知道的線交友 是 Each President, 訪零件事不提供了他的照顧, 因此,從而取得出來了, 因此,因此,我們現在的確 我們很特別,很普遍 已經很大的,一個沒有我們在我們 我們沒有我們, 因此我們需要的支持, 應該就是要是要做的 也 I creo 這是 proved 病毒有的薪保隸, 洪杜拉斯擁有近一千萬人口 但目前只取得不到二十萬劑疫苗 洪杜拉斯衛生部日前在推特發文 感謝以色列和俄羅斯捐贈疫苗 更表示將透過薩瓦多向中國採購疫苗 洪國總統 外照官吸收再來討論 現在台北市長柯文哲 正在召開記者會 一起來看 在過去一年多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所以大概要在防疫要再升級 所以現在已經進入準第三階段的防疫工作 因為第三階段影響層面太大 所以我們就開始逐步再往上移 第一點 台北市政府主辦的活動 在6月8號以前都取消 然後我們要開始嚴格執行公署的實名制 所以從市政府大樓開始 明天進出就要實名制 所以一般只有升任證 後面少條碼 或者是台北通 或者說你有這種有實名認證的卡片 比方說公務員的卡證 或是學生證 所以要開始嚴格實施這個實名制 那明天從市政府大樓開始 然後隨著我們的準備狀況 逐一推到其他的公署 那衛生局方面 大概我們要專責意願 要更嚴格的徹底 執行分艙分流 然後開始預留床位 萬一有病人要使用病床的時候 才有足夠可以使用 所以要開始預留空床位 防禦旅館再增加200床 要作為隔離處所之用 因為要作為集中檢疫 這已經超過我們原來在建坦救火團的容量 所以我們要大概再準備200床 那這次很多北部確診的個案 都曾經到中南部近鄉 在這鄉客大樓 有共餐、同住 傳染風險相當高 所以從現在開始 宗教相關的這種群聚活動 應該要停辦 特別是有參加過的民眾 如果覺得身體有益 要做好個人自主管理 然後盡速就醫 那因為整個疫情的狀況 在短短的時間進展太快 超出我們原先設計的 這種防疫戰略的概念 所以我們要開始 研議提升這個大量快衰的機制 讓我們的第一線的醫院 能夠更快的 來判斷這個是不是新冠肺炎的感染 因為我們整個防疫的戰術 可能要改變 好 謝謝大家 接下來我們請黃副市長 來為我們講一下防疫的細節 好 剛才聽到呢 柯文哲市長說 這一波疫情真的來得太快喔 真的是始料未及 那剛才台北市也是宣布 台北市政府所辦的活動 通通都取消了 那接下來呢 台北市一連串的應對政策 都是為了來應付接下來的 準第三階段 好 這是剛才呢 台北市政府所開的這個記者會 不過同樣也要來請教范老師 的時候現在國際疫情 當然還是非常嚴重 我們的友邦呢 宏都拉斯現在確診已經超過二十二萬例 好呢 有五千六百人因為染疫而死亡 那目前宏都拉斯說 他們將透過薩爾瓦多來買中國疫苗 昨天他們的總統上電視演說 甚至說呢 為了能夠購買中國疫苗 有可能會在中國設立一個商務辦事處 好 如果這件事呢 真的成真 會不會未來我們跟宏都拉斯的邦誼 真的會受到影響 的確 但是我們知道 主要是現在的宏都拉斯的一些地方首長 縣市長 他們到了這個薩爾瓦多去訪問 那這些市長 他們基本上跟這個目前的總統 他們的政黨是不同的 他們比較左派 我們知道中南美洲很多國家都有左派政黨 比較輕鬆的 那他們等於說去跟薩爾瓦多 因為薩爾瓦多是在二零一八年跟中國建交 所以等於說薩爾瓦多有一批中國的疫苗 那這些宏都拉斯的等於地方首長 去跟薩爾瓦多跟他的這個政府要提供協助 那他們順便也希望呢 能夠是不是能夠買到中國的疫苗 但是我覺得現在 因為薩爾瓦多的這個總統 他這個放話是希望美國能夠出手 他就說你如果美國不出手 我們才要成立這個商務辦事處 但是我比較第一個 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美國這幾年 特別是從這個二零一八年以後 美國是很重視臺灣的邦交國 我們看到這個三月十四號 美國的這個國務卿布林肯 他要出訪到日本跟韓國之前 他還跟這個巴拉圭的總統 這個阿布朵通電話 因為巴拉圭是我們在南美洲的唯一的邦交國 那那個時候巴拉圭因為他們的疫情非常嚴重 他們的這個民眾上街頭抗議 因為阿布朵這個總統 甚至遭到很大的批評 甚至這個有可能發生政治上的一些危機 所以當時這個布林肯就告訴阿布朵 你們要跟臺灣合作 那後來我們看到印度提供了這個巴拉圭的疫苗 那我要瞭解是印度的疫苗 因為當時印度疫情不是很嚴重 他們的疫苗有剩 所以那個我覺得是美國要求印度提供給巴拉圭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洪杜拉斯的總統 葉然得知他大概也是跟美國呼籲 我們是不是也要跟這個巴拉圭一樣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現在印度不太可能有疫苗 印度現在疫苗不夠 所以有可能是不是從美國這邊 美國自己有生產疫苗 輝瑞疫苗 是由美國這邊提供來應急 那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 現在來講 因為其實中美洲是美國的後院 我們知道就是說為什麼之前 這個美國這麼重視這個巴拉圭 就是因為如果巴拉圭跟中國建交的話 因為據瞭解中國也想透過用疫苗 來換得巴拉圭的邦交 如果這樣的話 那美國後院會嚴重的失守 因為我們知道從2017年當時的巴拿馬 我們的邦交國跟中國建交 2018年後來是多米尼加跟沙瓦多 等於說美國的後院的三個中美洲國家 都跟中國建交 對美國外交來講是很大的危機 所以美國當然不可能再做事 這個宏都拉斯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情況之下 從台美之間怎麼樣共同 來協助宏都拉斯來獲得疫苗 這當務之急 那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包含這個3月28號 當時的帛琉總統會數人來台灣訪問 那個時候美國駐帛琉的大使尼約翰 也共同隨同 表示就是說 美國現在是很在也是在擔心帛琉會不會 希望帛琉能夠跟台灣維持好邦交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台灣的外交的國家 美國現在是把它視為是他自己的外交利益 所以我覺得宏都拉斯這件事情應該接下來會獲得一個解決 那我們也不樂見 因為這個疫情的問題造成這個宏都拉斯在中國設商務辦事處 那可能下一步就是建交 那對我們的邦交也好 對美國安全來好都是不利的 那當然我覺得短期來講 透過台美之間透過外交途徑來獲得疫苗 先給宏都拉斯來解決藍莓之急 那等到6月份我們的國產疫苗生產之後 當然我們也要趕快提供給我們的友邦 讓他們來施打 我想所以我剛才是強調 疫苗現在除了國內的需求之外 也儼然變成是我們外交上 一個必須要去提供給我們的鞏固邦交的一個工具 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當然要趕快讓疫苗上市 讓能夠讓台灣民眾施打 也讓我們的友邦的朋友也能夠有疫苗可以使用 沒有錯 其實剛才范老師的解析認為說 宏都拉斯總統這番話 有可能就是在向美國來喊話 不過同時我們也很擔心 中國又要趁機挖牆角 因為中國真的不懷豪意 包括我們在WHA 我們已經連續五年都沒有收到邀請函了 是不是又是中國從中作梗 我們稍後回來來請教瑞德哥 這部疫情還是持續在影響全世界 不過我們看到WHA馬上在5月24號 就要來召開這個世界衛生大會 但是台灣我們連續五年再度沒有收到邀請函 我們看到昨天這個AIT 是立刻畫了這一張很可愛的插畫 來替台灣發聲 挺台灣加入WHA 那日本斯洛伐克也相繼出來發聲了 可是瑞德哥彈德賽好像都聽不見耶 昨天華爾街日報還說中國持續的阻撓台灣 其實很像就是在打臉新任的拜登政府 剛剛才提到 那麼有關於我國的友邦洪杜拉斯 在薩爾瓦多的坎高瓦情況之下 準備要去接受中國的這個疫苗 那你不能怪人家 因為他有疫苗 即便他的疫苗可能他的可靠性 妥善率大概只有一半 但是問題是人家有疫苗 想要用疫苗的方式來進行這樣的一個疫苗外交等等 你也不能怪他 這是現實 他之前也曾經用這個來引誘過我們的巴拉圭 那在如果去年的話 甚至於還用口罩外交 那麼也是要用提供口罩的方式 那麼來希望巴拉圭能夠跟台灣斷交 當時採取的方式 因為台灣口罩自己 第一台灣口罩也很有限 第二飄洋過海運過去太慢了 緩不積極 所以那時候透過在中南美洲的台商 趕快在第一時間就買了一二十萬個口罩 因為錢由我們台灣出 但買了一二十萬口罩送給友邦巴拉圭等等 那是我們能做的 剛剛外交部長吳釗燮也跟瓜地馬拉的外交部長 進行視訊 本來瓜地馬拉的外交部長 那麼在這個月會來台灣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改成視訊等等 剛剛我們的這個吳釗燮部長 也在這個視訊的過程當中 也跟大家 也跟那個瓜地馬拉友邦 那麼也提到有關於 會盡量協助這個口罩 你知道現在全世界的口罩 變成強國跟富國 那麼壟斷著嘛 那其他的國家你拿不到 必須要由COVID 這樣子來這個等於說分配等等 那現在有些國家 像歐盟也好 加拿大也好 美國也好 他們事實上幾億劑 甚至於幾十億劑扣在手上 連明年都買了 額度都買了 但是問題是其他國家買不到嘛 那巴拉圭 我們就在這個美國的協助之下呢 透過印度把AZ送到這個巴拉圭去 而現在因為AZ那個印度呢 一天三四十萬個確診 所以他們已經拼臨了這個醫療崩潰 所以他們的疫苗暫停這個 據說有生產也暫停外銷 所以呢這個部分我們必須要了解 那我們有在做 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歸根結底 還是必須要有我國的國產疫苗 那麼聯亞跟高端趕快能夠出來 這是最重要 等到我一直希望能夠在七月以前 你六月用所有的程序 再不影響人體健康的情況之下 趕快就讓他馬上進來了以後呢 那麼緊接而來你就有那個機會 那麼拖到那個全世界去 而且聽說這個疫苗呢 目前打過的人啊 那他的這個副作用很少 保護力很強 所以呢在全世界是一個很有競爭力 跟對友邦來講很有吸引力的一個疫苗 那我們也只剩下一個 一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國家要加油 然後大家想盡辦法 包括政府在內 要協助他們 尤其是高端 那麼要協助他們趕快完成這樣的一個任務 那台灣在這個疫苗這個部分呢 才不會這個降低 我們之前防疫防得那麼好 最主要一直排名往後退 都是因為疫苗沒有施打完成嘛 那這個還有19萬劑7 我也許富裕60歲以上的老人家 趕快去打 然後當然國家呢 在很多的地方 你看現在預約有的要到6月去嘛 是不是適度的擴大相關的這個 這個打的額度 像我們這個嘉義縣呢 是全世界老人家比例最高的 你知道嗎 從剛開始讓老人家打60歲以上 到昨天整整增加10倍 單單昨天增加10倍 就表示大家快點啦 那另外有關於可惡的中國共產黨呢 那麼他就是李中吳厚黑學的 發揮到淋漓盡致 那麼臉厚心黑 他把這個不讓台灣 這個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跟參加世界衛生大會的責任 全部往台灣這個地方推 說你們搞台獨 說你們就是因為啊 那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所以你們不能參加 我要讓你參加你的台灣人參加就對了 各位德不孤必有零啊 什麼時候 台灣能夠得到 跟這個中國關係很不錯的 法國304個議員一致通過 一致通過不是要跟台灣建交 是要讓台灣呼籲 讓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 就這樣子嘛 觀察員連觀察員都不肯 然後呢 你看德國 你看這麼多國家 歐盟 然後那麼多國家 甚至於700多個跨國家的 這個議會的這個相關的議員 也站在台灣這邊 世界各國好多都站在台灣這邊 這是過去我們不能想像的 當然去年我們能夠捐出 五千多萬個口罩 而且一毛錢沒拿 全部都是台灣義務的 不像中國喔 中國很多所謂的上億的口罩 很多是賣還賣黑心貨 你知道嗎 台灣跟他們不一樣 中國是友邦拿到黑心貨 甚至於我說去年 在巴拉圭沒有拿到中國的這個黑心貨 口罩等等啊 要不然的話 疫情會更嚴重 事實上 中國的國藥跟科興疫苗 外銷到中南美洲去 那麼甚至於提供給他們的結果 還不是一樣 他們甚至打了以後 那個我不確定到底他們那個科學家 智利跟這個秘魯所科學家講的 是不是真的 一劑打了以後只有個位數一二十趴的防護力 那有打跟沒打是一樣的嘛 那打了兩劑了以後也只不過百分之五十 那有打跟沒打是一樣的 為什麼 常常說你的確診率 可能那個染疫的率是一半一半 那不是廢話嗎 對不對 還不能把口罩戴好 把那個社會家距離做好等等嘛 所以呢 事實上呢 中國用這個東西作為它的利器 我們要小心 那會被挖走的 還是會被挖走 像會變心的還是會變心 不會變心的 他永遠不會變心 就這樣子啊 巴拉圭跟這個 薩爾瓦都是最好的例證嘛 什麼巴拉瑪百年都沒用 然後國際現實社會的時候 錢砸下來那個就是大爺 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台灣不需要跟中國 一起去用那個金錢遊戲去砸握換隊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現在要交的是真朋友 真心的朋友 然後呢 邦家國像這樣的邦家國少了 我講白了 同樣的金額還可以援助更多的國家 援助那些國家更多的 有必要的一個金額嘛 那麼 歸根基底還是回來 大家不要害怕 要想辦法安定自己的心 然後呢 那麼再想辦法這個等於說 把自己的防疫做好 就在我上節目的過程當中 我太太又悄悄的 又多買了好多口罩 你知道嗎 這就是好事 為什麼 大家知道 但不要搶 不要像現在聽說 已經有人在搶衛生紙了 你知道嗎 不要搶衛生紙都夠 但你可以多買 多買我贊成 一個人多買個幾串 放在家裡 或者是把這防疫物資全部弄好 最主要是 那請問你為什麼會害怕 就因為你已經放鬆鬆懈了一段時間了嘛 母親節去吃飯的時候 全部都是人 那你口罩為什麼不戴上呢 那所以呢 在這裡還是要呼籲大家 與其去害怕 與其去擔心 不管你是芒果 還是不管你是藝人 還是嫌人都不重要 重要是你自己做好自己的分內 你的雙手要記得消毒 不要隨便摸鼻孔摸哪裡 對不對 這樣做好 去年我們都可以過來 鑽石公主號盤石劍 我們都沒事 也一樣可以安度安然的度過危機 不過你可以發現 去年的病毒傳染力 沒像這一次的英國病毒這麼強 對吧 所以表示 一個會長 前會長可以傳給10個 那你就要小心 我們大家一定要用最高的標準 來做這次的防疫 我個人倒認為 今天16個看起來雖多 但是大概脈絡是可以有機可懸的 只要我們大家小心謹慎 從現在開始 重新回到去年的繃緊神經 那應該可以安然度過這個危機 真的防疫千萬不能鬆懈 也不能大意 不過真的講到這個疫苗 也要來請教這個范老師 因為中國現在感覺是把疫苗 當作是他們外交上勒索的籌碼 除此之外 WHA不讓我們進去 他還說這個責任都在民進黨 而且沒有人比北京更關心臺灣 先講疫苗的部分 那其實從疫苗剛出來的時候 國際媒體就有報導就是說 有兩個國家小心他們要做疫苗政治 疫苗外交政治 就是講俄國跟那個中國 那這次剛剛講到就是說 我們在拉丁美洲有瓜地馬拉 宏都拉斯 尼加拉瓜 然後巴拉圭 這幾個國家都一直買不到中國的疫苗 為什麼 就是說就是因為他們跟我們臺灣關係良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當然很可惜我們的國產疫苗還沒有出來 沒有辦法在這個地方就是說協助 那可是就是說 今天我們的外交部長 吳釗燮 他跟瓜地馬拉就是說 對話的時候就有講到說 會願意協助他們取得印度 或者其他國家的疫苗 我想剛剛講的沒錯 就患難見真情 因為在這個時候 臺灣我們要回歸的是一個價值外交 就真的在價值上認同我們自由民主國家的 而不是像利益外交 因為如果要用錢或怎麼樣的話 那中國就是說他的錢砸下去 我覺得比臺灣強很多 第二個我們要讓臺灣在就是說 是一個能夠幫助別人的 所以這一次包含就是AIT寫的 Let Taiwan Help 他就知道臺灣其實在 只要我們能夠有餘的 不管是疫苗或者是口罩上 我們非常願意協助大家 而不是像中國這樣用威脅的 就是說你就故意就不給這幾個國家 就是說疫苗 他其他國家願意賣 就是讓這些就是說 好像比較缺乏資源 而且他們內部也是因為疫情的話 就是說政治領導人壓力很大 所以我會覺得回到這個部分 就是說看待臺灣長遠的路 那另外再講就是說 WHA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臺灣人應該一點都不意外吧 這個華春瑩說就是說 臺灣沒有受到邀請到WHA 都是民進黨害的 明明自己是說 自己是說作賊喊抓賊 作賊喊抓賊 明明就是他的阻撓 然後要把這個借口放給臺灣 其實我們從最近就是有媒體做的 內閣的那個部長的民調 就知道就是說 其實臺灣人是看得很清楚 我們就兩個部長最高 第一個就是陳時中 百分之八十的支持度 第二個就是吳釗燮 其實吳釗燮部長 他在媒體裡面出現度沒有很高 可是大家有看到 這是對我們外交的肯定 就養兵千日用在一時 我們長遠在外交這一塊的努力 在這次的疫情危機中 你就看到各個國家紛紛表示 對臺灣的肯定 所以我覺得大家不用擔心 WHA這個被還是被中國控制 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那我們就是繼續做自己 然後在價值上 為臺灣爭取更大的外交空間 然後在利益上 讓全世界看到臺灣是一個行有餘力 願意幫助大家的一個 堂堂真正的國家 沒有錯 我們持續在幫助國際社會 不過慧珠姐到現在為止 中國還是不讓我們進去 當然我想這個中國大陸 跟這個民進黨政府 在很多的這個價值上是有問題的 所以兩個單位互相的對抗 那這也影響到很多的這個 周邊的一些組織 比方說 美國 日本很多的國家支持我們 但是呢 中國在非洲 中南美 很多的國家是有影響力的 如果要表決說 要不要關注